冰恐怕大家就慢慢越吃越少了 因为天气逐渐变凉 特别是早晚 那么很多人就喜欢吃一点热的来暖暖胃 台湾的三大超商呢 通通推出了现炸现烤的商品 来抢供这一波的秋冬商机 一个炸的辣味 好 炸鸡骨 天气一变凉 热食马上卖超好 连便利商店都看准这个商机 推出现炸现烤商品 薯田澳烤的金黄酥脆 香味四溢 还有烤蛋塔 全程一天就能卖出十几颗 天气凉就会想吃那个热热炸的东西 而冷冻加热的微波食品也是越买越好 烤鸡翅排第一 炸花之丸 炸鸡米花也是抢手商品 推出两个月 销量多三倍 想象中的超商的食物比起来好很多 就是好像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巴比苏烤鸡翅 它的酱汁也是非常的香 很入味 那烤的颜色看起来都很吸引人 在学生放学的一个时段 它的销售状况是非常好 那我们发现说上班族的部分 在下午茶的时间 把它当成一个茶点的部分 秋冬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我们发现从九月开始 它整个销售就有一个 微服的一个成长 大概成长一到两成 其实随着外食族群增加 超商为了吸引顾客上门 不断创新商品 才能在秋冬抓住消费者的胃 中日新闻全金熊路易台北资访报导